欢迎来小小政治,我是喜耀 国会议长说白米不够呢 建议大家吃慕熟 不懂这样子的说法 你可以接受吗 可以的话你写一个333 不可以的话你写一个666 我本身呢 可以理解他的这一番原意 但是呢 我绝对是站在不接受的这个立场 666的立场 西洋信你跟我是一样的 OK,为什么呢 其实我认为他本身没有恶意的 OK 他本身并不是嘲讽 或者是真的叫大家呢 以后都不要吃白米 都是慕熟 他的原意是讲 现在呢 白米不足是一个全国的问题 那政府现在正在积极的解决 但是这需要时间嘛 所以呢 或许大家可以不要那么依赖的白米 单纯一个碳水化合物的这一个 这样子的来源 大家可能可以试试看慕熟 而且慕熟营养成分高嘛 然后呢 白米给的碳水化合物 他也可以给 所以这就是他的这个原意 但是我认为啊 目前其实很多部长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通病 也就是这样子的说法 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完全的不符合民意 OK 我主要想要提两点 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首先第一点 我刚刚提及到了 你想想看啦 OK 目前马来西亚有多少样大家日常吃到的食物 OK 你的家常菜全部都是白米 作为我们主要的这一个 我们的这个餐点 OK 你其实整个东南亚都是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风行 就是所谓的 就是我们每一天主要的食物 而且呢 在这个马来西亚 三大明珠都是这样的 你可以想象吗 有一天你去吃鸡饭的时候呢 是这个鸡配这个牧鼠 你去吃炸饭 然后你拿了一大堆菜配这个牧鼠 和炒饭呢 我也不知道怎样炒 哪个牧鼠一起炒 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偏离人民的这个认知的 因为很简单 你总不可能要求人们呢 去改变太多对于自己日常的这种消费的这个习惯 我当然他可能意思是讲说呢 一天你可能三餐你就一餐换成这牧鼠 但是不管怎样的好 你要人民呢去改变现在既有已经舒服 甚至喜欢的这个生活模式 本来就是让人民感到反感的 这只是华人而已哦 你想看马来人也是一样的 那是干大那是勒马 这些食物都是跟白米有关的 所以这个事情要怎么被牧鼠所取代呢 所以它的原意科学上来讲没有错 我吃牧鼠呢 科学上呢 其实我获得的营养跟白米可能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事情就非常的不符合民意 所谓的离地 我之前讲的阿菲兹 他一直不符合民意 其实我觉得相似的就是 目前这个议长所提及的 这样子的言论也是有类似的这样子的成分 那第二点呢 则是其实议长这样子说话 他没有这样子的意思 但是他或多或少会让人民误会的以为说呢 这就是他们想要他开脱或者是想要推卸责任的这个时候 为什么会这样子想 是因为呢 白米不足这个议题呢 已经困到人民已久了 所以这个事情呢 他一直延烧下去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了政府有尝试要解决 比方讲之前 你还记不记得那个NACO生活成本理事会呢 他就有建议说呢 这个进口白米跟本地白米呢 全部叫苍明大米 然后呢 全部贴30令吉一公斤这样子的这个说法 然后搞得非常的混乱 又要做一下子 又U-turn 所以大家对于白米的议题 尤其是政府的处理手法呢 其实是没有什么信心的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底下 人民对你的这个处理其实没有什么信心 突然间你叫大家呢 不如改赦募俗 就会让大家觉得你在图一些责任 而最后只是让我想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啦 OK 我不懂大家有没有听过 在法国大革命的后期的时候 OK 有一个这样子的公主啦 人家问她说 人民没有面包吃了 那怎么办 她就叫大家 就吃蛋糕吧 OK 当然这两个例子差得很远 毕竟呢 对于这个公主来讲 大家骂她 就是因为她根本完全不符合民情 那但是现在这个议长并不是嘛 她又不是这样讲说没有白米 叫你去吃蛋糕 只是目属而已 也是一个廉价的食物 但是两者之间 其实有一点点相似的东西 其实就是对于民情上的 这个不理解啦 OK 所以我这期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